哎呀咋买这么多东西呢 去看一下呗 啊 去看看给人表示表示 买的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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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的香蕉 这个是葡萄香橙的 橙子 这个是葡萄 这个葡萄葡萄 橙子不就这个看 底下不叫橙 哎呦妈呀 想的挺周的 那快走吧 另一趟大姐家看看去 希望俩今天能盛 大姐 大哥过来了 来来来 这啥 大姐 大哥过来给您 把这两多水果 阿姨这不用啥 不用 一点点心 一点心 就是重点意思 谢谢 谢谢啊 给我信 挺好这样 我觉得也挺实在 挺大方的 还行不看了 还像是 这个是崔友军 崔大哥 郑福营 郑大姐 郑福营 帮我手过来 你们家在快大哪儿 我家不在快大 我来市里有楼 来上一树有房子 其实农村更好 我还喜欢农村 我农村的房子一般的平 基本按楼这么装修的 农村好 农村嘛 你自己做点菜 都是历史世界 对 这是养的小鸭 多好啊 我家还养的小鸡 嗯 他说农村 其实我乐在农村 我真不乐在城里 我挺高兴的 嗯 你大概的有啥意思 成年吃的菜 已经化肥农药了 这个行 因为我也想来农村 中间就这个 乌乌眼视频 也是喜欢田园生活 我也想找这样子 大哥大姐 都是向往农村生活的人 未来生活的目标 达成了一致 还没等坐下来呢 郑大姐主动给大哥 倒起了水 不渴不渴 不用倒 行 行 喝得也白开吧 可以 看你多贴心 大哥这网给我吧 虽然这大姐给你倒的水 大姐不能这么爱不失手 把他抓到手里都别放下来 两人初次见面 难免有些紧张 崔大哥手里端着大姐到的水 都不知道放哪了 大哥想着 先找个话题聊一聊吧 旅游你怎么样 我大中国走了多半了 那旅游那多浪费钱呢 你去旅游去 花销多大呀 四个拉大睡老了 老多钱了真的 那你说那我浪费钱 你说哪去最近忙吧 你吃饭 跟在家吃能一样吗 那你出境得住许吧 坐车吧 拿不得钱呢 还拿呀 说实在那整年那整花钱 旅游为了 你看那个国家的大好和尚 那你就是 那个看 读完那个就是读 那个完 那个完美术不易走完里路嘛 这的旅游 那你一直出去旅游得花多钱呢 我那次我们出去旅游 算了是一万两千块钱 你要让我自己出去 我可舍不得 你可知道我那钱挣得不容易 大姐我问一下 你问大哥说出去旅游花销大 你喜不喜欢旅游 我喜不喜欢旅游 你真的会去旅游 对 这会过亿的 这倒挺好 我要是一花钱我就心疼 听到大姐说 不是不喜欢旅游 是心疼钱 大哥赶紧说呀 放心吧 我都计划好了 还想那些的感觉就是 我掏钱呗 一年一百年我有计划 一百年一年出去一趟 在心里想好 什么钱走 什么钱去 做什么我都有计划 就是在一个走的时间正好是 不是无一失忆 得票还贵 那个空闲的时间车 飞机票也贱 这个旅游景点也还少 这样是的 我就是抓这个时间去 一般这样是 人都计划好了 在一个我还是就是计划 就是好了 就是务随限别吧 安排好了 往后再干 不是说那些 先上脚先猫脚那种 干什么我都心里都有数 那样事的 挺好 我觉得这有时还是挺好 确实挺好 那就是说话老和各方面 就是安排这些事啥都可以 满意不 满意 从崔大哥对旅游计划的安排 郑大姐看出来了 他是一个靠谱值得依靠的男人 对大哥的好感度是直线提升啊 通过之前对大哥的了解 大哥想找一个知书达理的伴 于是又问起了大姐的学历 你念几年书 没上学 没上学 熟悉什么样熟悉 老年纪 老年纪 我不是 没上学 但是一般这儿都是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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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念书多 格外知书达理 不是吗 这么说那你怕没有文化 大老初 不知书达理呗 他这么问那个学历 也不太 我也不太舒服 不是说的一点 这儿也不愿意 但是那肯定就咱 对一点说就是 没啥文化 也没有文化 讲不讲理 就是也没有数字 还在意文化 没有文化嘛 我想 通行达理的有的是 就是那种文化 他要害怕 往这儿让他考虑 大哥说的学历高 就是知书达理的事儿 一下子给大姐整不高兴了 听这语气 好像都不想和大哥聊了 那今天的相亲 会因为这个事儿 到此结束吗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崔大哥和郑大姐见面之后 因为大哥说到学历高 就是知书达理的事儿 让大姐觉得不太高兴 大姐还说 如果大哥在意 就再考虑考虑 那大哥到底是啥想法呢 原来大哥的前妻是高中毕业的 说话办事儿都挺得体的 大哥就担心了 郑大姐没上过学 为人厨师这儿啊 会差一些 但是红娘说了 大哥呀 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大姐自己在外面奋斗了 马上哪是十多二十多年 卖水果 大姐特别有商业头脑 就是当时她特别会 对 脑法得转转 所以做生意 对 那你说大姐就在外面 接触这么多人情世故 对对对对 怎么可能是那种没素质 我只说大姐大姐不是那样的人啊 对 你说大姐要是没点本质 没点素质 没点能呢 能说他干买卖这么多年 对不对 对 他人情世故这方面 这个你不用担心 是不是 对 这个做生意还行 觉得他这个做生意 他要是没有头脑就做不了 哎呀 这大哥问到学历的事都给大姐整不高兴了 还好后来说开了 大姐之前做买卖的经历 又让大哥觉得 他是个有头脑知书达底的人 大哥也看出来了 刚才聊的让大姐不太高兴 他就想着赶紧转移一下话题吧 问问大姐有啥爱好没有 有什么爱好 我 麻将也玩 要是这个 我反正是对这个打麻将 我本身不喜欢 有叔儿当我活儿啊 那你家有啥活儿啊 不是 你家那屋里有的叔儿 他打麻将下不来 那咱也不说一天当晚 你就等那个麻将馆 就是没完没了的就是打麻将 一天家了也不收拾 也不干活儿 什么也不干 这一天就玩了 两个小时 打那么三分钱就回来了 那有啥呀 很正常我看 我说先问问这个大姐 就是有时间 家里也没啥活儿 也不需要 也不行吗 不是 再到伙食那个事儿 就是 越来越时间没有事儿了 去玩一会儿了 也不天天麻 对这样事儿 零零打一次两次也倒可以 不能总练的打 他说我们来上一束号 这个麻将馆全是 最小是五元的 没有两元的 那太大了 他说不行 他那麻将五块钱都不能玩 太大了 太大了 咱就是为了一块两块就行 一块两块就行 你觉得五块钱他叫我去 我都不得去 所以你也明白了 为啥大哥挺在意这个事儿 因为他那玩是挺大的 太大了 太大了 那么就打两块钱小麻将 很小很小 那太大了 所以大姐就是消费师傅 大哥的担心最后也得到了大姐的理解 并且郑大姐也表态了 他可从来不玩大麻将 他打麻将就是休闲娱乐一下 而且也不常玩 老人今天的相亲虽然有波折 但是还是挺圆满的 这不啊 郑大姐主动张罗着 要去大哥家看一看 大哥我想上你那笼子那房子 瞅一下 嗯对行可以去 可以去 你看这天啊也黑了 咱明天白天 我来接大姐呢 嗯 然后我领着大姐去你家那瞅瞅 对行行 第二天 红娘带着大姐来到了大哥家 哈哈哈 大哥陪马 这是迎接我们的 哈哈哈 你看看这个屋呢 这个屋挺好的 这个这个是不是大足 这个是客厅 嗯挺好 嗯 因为我自己种你菜 这个黄瓜豆角土豆 那个是鸡屋 鸡屋 鸡屋里头养了三个母鸡 一个公斤 大姐就这圆啥 这活会不会干呢 会 你们俩去好整 嗯好 这个像你说的要 你要是勤劳来讲 就是没有工夫打麻将 熟食要熟食 那哪一会打麻将 这这家活那提个澡都干了 提个澡干了 再一个你要想 赢得要勤劳哈 你想干怎么都有活 你要是懒了怎么都没活 不是你就这家地 你怎么年了 不是这家地 别的你 还有啥活 你养口还有你是活 大姐来一趟老说干活干啥 哎呀 我去对这个 我去对这个 怎么弄 哎呀 哎呀 这大姐头一回来 崔大哥老说让大姐干活干啥的 红娘为了缓解一下尴尬 赶紧插开话题 让大哥带着大姐去她的修理铺看看 你看我这养的小姐 后来养了十个鸡 大姐能有三斤成了 以后要去养的也是不保密 哎呀 活着就是早上起来哈 隔八小时都干了 隔八小时 哎呀 这你那时候还成天干活 那有多少活啊 证明你我干活你干活 给你哥分配你活 保证叫你嫌不嫌 我成天那你成天都分过啥活 我就不相信 大哥干啥一进屋 就跟大姐说那个干活干活啥的样子 不是她说 我就担心她一劲儿老想玩麻将 还没能来到你家 新年人说的安门活 安门活 这一天 不是什么一打出去打麻将 你不是说要活你就不打麻将吗 我对这个打麻将震的 震的有点 发哥你是咋的 昨天回了一宿 就醒着这打麻将事呢 没事我正睡不着觉 我醒着老了不得找班 就是说是来着你陪着出去陪着 我自己来家 你说青年两个人都无助的 说啥呀 你是想天天出去玩啊 还是 那我都没那意思 没那意思 我现在想没有啥事 你这个打麻将的事 你心里不得劲啊 不得劲 就好像是有点限制 隐身自由似的 原来大哥一直提干活的事 还是不想让大姐去打麻将啊 但是大哥的想法可把大姐整不高兴了 那大姐会因为麻将这事 拒绝崔大哥吗 广告回来继续相亲 崔大哥和郑大姐第一次见面之后 大哥因为大姐打麻将的事 一宿都没睡好觉啊 第二天又和大姐说了打麻将的事 这次再提呀 可把大姐整不高兴了 我现在想没有啥事 你这个打麻将的事 你心里不得劲啊 不得劲 就好像是有点限制 隐身自由似的 他肯定是不同意玩 就一次都不同意玩 你听他意思 我想还是最好是不打 是一场都不能玩 还是偶尔去玩 偶尔去玩个一会两会还行 那大哥才不要表态了吗 偶尔玩个一次两次的 他也能接受 就是那你能就是说 天天玩吗 或者还是 那不可能就天天玩 没啥事 我就是个家 没啥事就出去玩一场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尤其是你俩 就是这才刚认识 咱不还得接触吗 是不是 虽然说是你先把这个话 说在前头了 对 然后就是想让大姐 理解你这个意思 那大姐还非得跟你 拧着劲来吗 就是你不让他玩 他非得天天出去玩 那大姐能那样吗 对不对 嗯 一会儿回去跟大姐说的 那人心里觉得 挺不舒服的 对 我刚才就是说的有点 就是说话 说的又不妥 不是不硬肯定的 也主要是他那些 一玩上麻将 他失不了手 就这么意思 不是不应该 我不是说的 就是我玩麻将有尺度 那行 我就是这么大岁 我七岁了 不能老做的玩 要说去玩一场 就两三个小时就回家 独占我都不带玩实验场 你叫我玩实验场 我都不带玩人 那家里有活 我还不带玩人 我不是不过意的言说 我说到家话 那说你触一触你就知道了 我这一人不是干啥 非常悔过 能不能接受 就是大姐偶尔的去打一样 小麻将 你可以接受 几经波折呀 两个人总算是把打麻将 这个事给说开了 大姐再次表态 就是偶尔娱乐 大哥也表示 能接受大姐打麻将 咱们可以往后继续处一处吧 他互相留个信心 咱们再多接触一接触 加尾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